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和大家看看香港的餐饮零售业的情况 因为近期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料 有些人觉得香港的零售餐饮业 到了今时今日这个位置 某程度上倒闭得这么严重 背后的原因不只是香港人北上这么简单 其实他们自己也有份造成的 为什么呢? 今次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看看 内地男去狗济吃牛腩的事件 他觉得这样 哪有客人愿意来消费呢? 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起和大家看看 也和大家跟进一下 去楼浮山吃海鲜出现隐藏收费的事件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这件事件在很多国陆媒体上都叫热话 因为这位内地男子 就被人骂了 真可憐了 吃饭我来消费也要被你骂 是不是真的在香港有人觉得转速慢一点 或者那个节奏 你的步伐不教人家快 你又会被人骂了 你来香港遇见了人是这么急的 当然这句话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说的 别人又来旅游 你去旅游也是慢活的 你没理由说 你一定要快点快点 爽快点 快点 在那里骂人 所以有人会这样赶客 究竟这位内地男人需要什么 我们一起看看 位于中环的狗技牛腩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出名了 白连老字号 清汤腩咖喱牛腩 也非常出名的 很多人都帮衬 无论本地也好 外地的游客也好 除了好吃之外 还有他的服务 媒体也这么写 报纸也这么写 远近辞明 这个远近辞明用个括号 我相信大家都有点味道 这位内地男人 就在小熊书上分享他自己 早前就会帮衬狗技 因为做漏了一件事 就被人骂 哇 哎呀哭啊 搞到他说 你这样赶客的 不行 香港贵为美食之都 有很多好东西 这东西其实也是 如果说一下牛腩 香港的牛腩 无论是咖喱牛腩 不要说是咖喱牛腩 青汤腩 有些滤水 只是煮牛腩 牛筋 很多地方都不算内地 大家都是广东中式菜 在其他地方 其他国家 你偏偏吃牛腩 不好吃的 我听吴仔说 外面吃的 不在香港吃 那些牛筋 在香港很腌 很入味 但外面那些 saúde Hollywood 嘢嘢 嘢嘢嘢嘢嘢 几 几 硬 诺 也会挺不懂吃 這樣是不是 我经常会有分享 香港人 富贵 做到剂 至于食物足 非常有研究 非常地 multiply 所以香港能作为美食之都 场有很大 estar 硬又嫌硬 英臨則臨 英有咬口又咬口 应该要爽就要爽 香港人在这方面吃 已经某程度上都很热 你要满足香港人的胃 有时候都挺难 但是又这么说 你能够满足他们的胃 满足到他们的味蕾 应该都是排爆队的 所以其实香港 我觉得日餐饮业 你现在在这个情况下 走两个路线 要是查餐厅快领正 高级餐厅 也走一些好吃 精致 很特别 但是无论你走高档好 走普通平民路线 普通人路线好 其实都是来不出一样东西 好吃 有人就说 你现在美食之都 你当然要好吃 你现在搞到今天 这样的环境 其中一件事就是不好吃 但是 今次这位内地男子 在这个狗技 究竟 什么事呢 话说 他就在狗技 帮衬 他说 这一次 是令到他很遗憾的体验 就是会把狗技 列为一生的黑名单 和 话说 这位男事主 在用餐期间 他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妥 但是 他打算埋单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茶几 你说电脑单也好 手试单也好 他也是 你下完单 他给你一张单 那埋单的时候 要怎样呢 大家 举手 不用问了 拿一张单去收银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两手拼拼的 骂骂人 你鬼知道你这张单多钱吗 这样 就是这样 这位男事主 一时 忘记了 带走他 把桌上的手试单 而走去埋单 你没单 又怎样去埋单呢 好了 于是 他就被收银元 骂他没有脑 哇 用不用啊 喂 别说游不游客先啊 喂 我忘记了把单单过来 你等着 死蠢 死蠢了你 这样骂人 我觉得也不行 那他就说 收银元 更加跟这位男人临时说 我更不欢迎你 我不欢迎你 哇 哇 真的很直接了当 是不是这么直接了当呢 好了 如果你是 如果这件事又是真 那你又会觉得是怎样呢 哎呀 真的我自己是笨 我不应该这样的 如果我忘记把单单拿来 就不会被人罵 无聊 更加人家不会不欢迎我 是吧 咦 我错 是的 真的是我错 自己错 不怪的 碰完的 但是 我们消费开 可能这位内电男 我们消费开 不需要拿单的 在电话上按结帐 而已 QR Code 落单 接着 埋单 按结帐 接着用支付好也好 又或者 微信全包也好 这样 埋单 有什么问题 我不需要走过去跟收银员沟通 可能我给你看到我买单 就是这样 好了 那就是这个问题 让这位男事主感受到羞辱和不满 认为会说广东话的客人都受到如此对待 店员或者会有机会说外地游客的坏话 好了 这件事件放了上网之后 厉害了 近期 那个关注组都有讨论这件事件 其实有人觉得 根本上你说 现在香港的零售餐饮业 落得如此田地 倒闭什么什么 没有生意 某程度上 和你们的服务态度有关 对吗 对吗 老实 有人说 当然有人觉得这家不好吃 好不好吃就看个人的看法 这个很主观 很主观 有人说 好笑 真是 网民的说话 去得吃就要被人骂 好笑 不是吧 当然 有人说 他可以代表整个餐饮业吗 不会 他服务态度不好 不代表整个香港的餐饮业服务态度不好 你不能够这样说 有网民就觉得 当然 这个说法我也觉得对 但是 你看到近期 大家热烈讨论的 就是关乎有很多香港的食肆 不是说只是香港人报 是内地游客 或者一些游客感受完 他们做一个赛后报告 告诉大家 那时候 遇到这些事情 要么就劏僻 要么觉得好像是智商衰 甚至乎就觉得 鼓着一口气 是吧 说我来消费 所以 很多人就觉得 有人觉得 他们说 是这样的 其实 一向都是这样的 都是串嘴的 好像傲偶 那些人贪他串 所以有时候 每个人的品味不同 品味 大家看那件事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隔离就正常了 你不够聪明 你聪明一点就可以了 正所谓聪明一点 不会被人扔 对不对 你不聪明的 你当然会被人扔 而说到小熊书上 也有很多批评 很多人批评 有人就觉得 为什么这位男士主 内地男 就硬都要 好像冒住 被人扔的风险 你也走去受罪 正所谓 吃得咸鱼抵得渴 你明知他 是有这样的 就是叫做 特别 这间餐厅这么特别 领色不重 远近迟名 学报纸说 远近迟名 他出了名 是有性格 而你想感受 既然去到 你就要感受一下 他的性格 举例 又可以举例 你可能两个人相处 男也好 女也好 你明知对方是火爆裂 火奶奶 又或者你觉得 对方的男士 很黏懦的 又或者很柔异的 他根本都事事但但 你老婆被人欺負 你女朋友被人欺負 算了 不要 你不是吧 你这样都缩 有人说 你一早第一天一 认识他的时候 就知道 你不喜欢他这种性格 你就别人跟他一起 是吧 那当然 有人就觉得 好像这些 这么远近迟名的服务餐厅 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的 那 所以 有人就觉得 现在 你说有些餐厅 没有生意了 某程度上 现在的市民 做一个选择 告诉你 有得选择 我就不消费你了 这样 当然 有人就觉得是差 有人就觉得好 不过 你习惯就可以了 你不习惯的 那就帮你不倒 这个 骂到上天花板 那些人看到 你又说 喂 没有的 有些人就觉得 是特色来的 是吧 你没有这个特色 你没有这个话题 那些人又怎么会 尝试去挑战呢 好像以前那样 吃那些什么 什么军兰那些 越邪恶的东西 越难吃的东西 有些人总会去挑战 也会成为话题 你就是这样 你才可以令到 原来 有辣有不辣 任君选择 你吃过好东西的时候 你就自然回不了头 当然 有人就问 是不是真的值不值得 就这些东西 随便吧 现在 某程度上 整个 餐饮业很需求 大家要求的东西 已经改变了 我觉得很简单 市场 这些是自由的 市场去离定 市场会淘汰 有哪些不行 哪些值得留下 它有它的生存价值 它能够压立在这么多年 有它的价值在 正所谓 总有知音人 对吧 这些也是 好了 除了这宗新闻之后 或者这件事件 更加 我们转个 镜头去看看 楼浮山 今次不是内地客 自己有 港南 楼浮山出名 吃海鲜 但是有人说 去楼浮山吃海鲜 哇 很海鲜家 你预算了 分分钟 哎呀 这样 最近 有位港人 表示去了楼浮山餐厅 海鲜餐厅 被收天价隐藏收费 明明几个油买单 最后变了不知多少千元下楼 这位男士主 觉得好像被人找了笨 好了 有人听完之后 听到以后不敢去 那又是说多少钱 来一起看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位香港人 他说自己 去楼浮山吃海鲜 被人隐藏收费的经历 一行人 两个人 就说 开车进去 我不管你去哪里 不用说到很远 香港有多大 专程 开车去楼浮山吃海鲜 两个人 点了清蒸半斤狗虾 什么叫狗虾 我也不知道什么狗虾 九折虾 我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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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不认识 两只掩仔蟹 掩仔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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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黏 两只贵妃旁 大概一斤 两只椒盐赖尿虾 大概一斤 好了 海鲜价 成为八百多元 说到餐厅 附送的菜汤 甜品和铲 市主说海鲜也挺好 但是说到 竟然再收320元加工费 加工费? 这个奇怪 我来吃海鲜 还要加工? 你去茶楼 你去酒楼 吃晚市 做半只白切鸡 八切鸡半只 八十举例 有举例 八十元 另外要加多八二元加工费 你不收我加工费 你怎样 让我吃半只生鸡 我觉得很奇怪 结果埋单总数1240元 他觉得不值 那你们觉得值不值呢? 他更加拍照 希望大家 就像我那样的看法 小孩子不懂世界 原来我也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 还是根本是有问题 这种做法 很多人说 摆明是抢钱 他说1200元吃这些 然后问人还贵不贵 已经证明了 香港吃东西贵得傻 其实香港要适合人 要适合老板 才能吃货真价实的海鲜 海鲜 听闻也是真的 听闻 我也是听闻的 有人说 基本上如果你不懂人吃海鲜 都很厉害 我用厉害来形容 有很多网民说 宁愿北上吃海鲜 用化算 这我就有些保留了 海鲜的东西 我经常都觉得 都是容易出狡猾的 其实我之前也不止一次 说过 如何吃海鲜 有人说 煎炒煮炸炖炖炖炖焗 是吧 但是 吃海鲜 你想知道那样东西 新不新鲜 最好吃原味 也是最考功夫 他那个餐厅 好不好 就是看海鲜 有些人说 又要蒜蓉开边蒸 蒸虾 有人说不行 那些虾肯定不行 那些蒜头盖了 那些味道 就好像 有些人回到内地 吃蚝 烧蚝 全部蒜 那股蒜 蒜蓋了味 根本你都不知道它新不新鲜 这些是很考功夫 那间店铺的品质 好了 有人说 如果你吃这四款海鲜 即是回深圳 即是回北上 吃比较划算 如果你下次吃更好 有奥隆 像佩东升 那些 去三胜村 因为进口货 内地不见得便宜 他说这一餐 在内地吃大约500元左右 有些人开车 特意去珠海白藤头吃 1200元大把选择 两人吃到饱 不过不要叫龙虾 像佩旁 这些贵 这些贵的东西 也有些禁忌 因为随时都很贵 可能怕骗秤 又等等 但是你要做个加工 真的很奇怪 我记得我试过钓鱼 香港出海钓鱼 在香港 钓到碟头 根据他的术语 刚刚一斤几了 那条鱼 最后大家说 吃饭吧 拿一条鱼去蒸 收你加工费 这些我们不少理解 但是 去到餐厅 你说我来帮衬你 你还要再另外收我加工费 我觉得整件事好像更惨 加工费之后 还需不加一 这些也是个问题 所以你说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会最后选择 北上消费 或者不留在香港消费 这个原因 留下来给大家研究 今天整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